落地 下面动作呢 是马步上格挡冲拳 所以这个动作呢 我们一定要拖 拖 我们的肩是在后边的 所以在打这一拳的时候呢 这个脚要上步 上步这样冲出去 大家仔细看一遍 它落地 冲出去 让你的肩手整个身体 是从这手带着 啪过来的 手带着过来的 而不是 其手身体 分开的 手臂和身体是合在一起的 大家看一遍 收 大 大 冲拳 带出去 看一遍 收 大 冲拳出去 这个手 打出来 这个力才能发出去 所以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小垫步 小垫步 这个目的呢 就是追击 大 小垫步 追击 然后这个拳呢 随着肩膀 打 打出去 然后变成马步 我们之前有讲过 马步不能 体肛不能做这样 收 含 整个力量含到一起之后 整个力 整个力量含到一起之后 你才能把你的力彻底的发出去 所以以上呢 我们讲的这几个动作 看似简单 其实它蕴含着非常大的学问 内三合 外三合都用到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理解 我上面讲的这些内容 感谢观看